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所寫的这篇康德惯用的伎俩这篇文章 那么我今天基本上谈了这两部分 那么大家有了书以后 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这个康德的美学里面来 那么这篇课叫做当代美学 但是事实上它是延续着上个学期的这个美学的课程 只是在上个学期的美学的课程里面 我所谈到的基本上是这个希腊的美学 一直到18世纪美学的诞生 18世纪美学的诞生 那么在18世纪的美学诞生的这个部分 我只谈到了这个18世纪上半叶 英国的哲学家Hun的美学 那么这个学期开始 我们要从康德开始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康德的美学 对当代的美学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讲义里面看到 就是我们除了介绍康德的美学 同时也会介绍到由康德的美学里面 所发展出来的有关于立足崇高的概念 形式主义以及其他的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这个就是它对这个当代美学的影响 那么接着呢 另外的一个就是这门课的另外一个重点 则是黑格尔的美学 那么我们除了介绍黑格尔的美学之外 同时也把它应用到一些例子里面 那么在我们的书里面主要谈到的就是 南非在20世纪末的时候 那么所出现的这个艺术的一种形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由黑格尔的美学所影响到当代的 包括Colinwood跟Dewey 他们的这个美学的思想 以及当代的这个美学家们 他们对于这些思想的讨论 大致上这门课其实就只有这两个部分 简单的说就是康德美学 以及康德美学在当代的影响 那么还有黑格尔美学 以及黑格尔美学在当代的影响 这个是我这门课所要做的事情 那么正因为我要谈的是这个 就这个课的同学 如果他本身有一些基础的话 那么我会觉得更好讲 那么这个基础一方面就是有关于对康德哲学 跟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简单的把握 这是我所期待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则是他过去曾经修过美学 因而可以了解到美学在十八世纪的这个诞生 以及这个之前的整个的发展的状况 从而能够理解到何以当代美学 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样貌 所以我会就说谈的事实上是很艰深的两个哲学家 一个是康德一个是黑格尔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要很简单的 这个介绍到康德跟黑格尔的哲学 以及他们的美学 那么通常美学在一个在哲学系里面 它其实都是一个边陲的学科 而且呢任何一个哲学家 他的美学的思想几乎都是到了 他的这个整个哲学的系统 发展到最后的环节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出现美学的思想 比如说康德有三大批判 那么他的美学的思想 是在他的第三批判才这个出现 那么同样的黑格尔的哲学 那么他的这个美学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晚年 那么才出现了这个美学的讲演录 那个已经是他后来在柏林大学的时候 所谈的东西了 那么所以事实上在任何多半 这个许多哲学家那里 美学都是一个最后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比较好的那个形上学 知识论 伦理学以及等等这样的基础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上这门当代美学 来自于说这个西洋哲学史 这样的基础的话 我会觉得上这个当代美学会比较轻松 这是关于这门课 这个我希望能够这样 但是因为他开成了通试课 所以我知道很多同学搞不好 这是他接触哲学的第一门学科 也说不定 所以在这方面我就必须要把这个 听众的这个水平想成稍微比较低一点 换句话说 可能对某些哲学系的高年级的同学来讲 会显得太简单 但是对于从来没有接触哲学的人来讲 又可能显得太难 我现在只能够什么 在这中间寻找一个这个适当的界线 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这个导入 这是关于我们这门课 OK 那么在这个大家的讲义 现在大家应该都手上都已经有了讲义了 那么在这门课的课程介绍 今天要谈的东西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谈当代美学在哲学课程里的角色 这个是一个我几乎每一门课程 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谈到的 就了解它在整个哲学的体系里 尤其在哲学系的课程的架构里 那么当代美学是摆在哪一个位置 这是今天我第一点所要谈的 那么第二点所要谈的呢 这是关于我们这本课程介绍里面 有关于这个课纲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会谈到的东西 那么它的进程是怎么样 那么第三点呢 这是真的就进入到这个从下周 乃至于下下周 我们主要谈到的这个康德美学 那里面主要的就是谈到四个关于这个美的环节 事实上等于是康德对于美的四个不同的定义 这个不同的定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因而对美做了不同的定义 这个事实上是18世纪这个美学里面的一个特色 因为你到了19世纪到了黑格尔 你就看到他并不对这个下定义了 但是在18世纪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 这学家们试图为这个美提出不同的定义来 那么康德是一个典型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三点 那么首先我们就谈第一点 就是在哲学课程里的角色 也许过去上过我的课的同学 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那么就请你忍耐再听一次 就是哲学课程里面的区分 我们把这些课程里面 就是所有的这些课程的区分分成两种 一种称之为叫共识性的课程区分 一种叫历史性的课程区分 那么这个共识性的课程区分 这个共识这个字 它当然是翻译的一个名词 所以显得很拗口 那么事实上是由一个字首 作为字首 跟后面的Chronic 两者共同组成的 那么同样的 这个历史性 你可以看到它的字尾的部分也是相同的 只是字首的部分不一样 那么这个字首在西方的语言里面 不管是Syn 还是Syn 还是Sys 还是Syt 等等 就是这一类的字首 几乎都代表了一个共同 一起 就像英文的together 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至于它后面是M 还是N 还是S等等 那么事实上要看 这个后面 它怎么去接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 这个闭锁的子音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Symphony 那么它一定会变M 因为你即便把它写成M 那你刷这个Fong的时候 那个嘴巴也会闭起来 所以它就变成SYM 那么Symphony SYM这个字首是一起的意思 Fong是发出声音的那个声响 所以交响曲这个字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很多的字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包括系统System 这个字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字首 所以而Chronic这个字 来自于希腊文的时间 所以他们在时间上是同时的 同时的一个时间 那么同时的时间 事实上就表示它是什么 是静态的 相对的 Diachronic 它是这个Dia 就是穿过去的意思 那么它是穿过时间的 因而是在什么 时间的序列 时间的系列里面 这个进行的 所以是历时性的 那么所以共识性的意思 指的是事物的一个静态的结构系统 或者是净力学 Statics 静态的那样的一个面向 那么相对的历时性 则是指事物的历史过程 或者是Dynamics 动态的那样的一个面向 这个是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从共识性的 这样的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到 哲学概论就比较像是这样 它就从结构来谈哲学 所以就会提到哲学里面有 比如说形上学 知识论理学 科学哲学 宗教哲学 历史哲学 乃至于美学等等 这是共识性的方式的区分 那么历时性的课程区分 则是哲学系里面另外的一个进入 那么它是哲学史的进入 就是从这个古代 这个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 经代哲学到当代哲学 这样的一个穿过时间 在时间的系列里面 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历时性的课程的区分 那么哲学系的课程几乎不是用共识性的方式来做区分 就是用历史性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共识性的课程区分 就是上过了哲学概论之后 下后面就开始什么 把那个结构里面 一门一门的科目拿出来讨论 比如说形上学 比如说知识论 比如说伦理学以及等等 那么美学就是其中的一门 那么一样的 这个历史性的课程区分 就是你上过了西洋哲学史 那之后就把这些不同的时间系列里面的 某一个时间或者说某一个时代 截取出来 专门谈这个时代 比如说希腊哲学 比如说中世纪哲学 欧陆里性论 英国经验论 德国观念论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这个历史性的课程 那么同样的在中国哲学史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就是上完了整个中国哲学史 然后可以截取其中的某一个时代 专门谈这个时代的这个哲学 那么印度哲学史实际上也有一样的情况 这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那么美学它作为整个哲学系里面的一个课程 它是整个共识性的课程里面其中的一门 跟就像其他的哲学的科目 像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 科学哲学中教哲学等等 那么它是其中的一门 那么这门一样的 它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做共识性的区分 或者是历史性的区分 所以我们在美学里面 划分其他不同的领域 比如说谈美的问题 那么或者专门谈美感的问题 比如说有人就写的叫做什么 文艺心理学 文艺心理学其实就是摆在人的美感 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美学 那么或者它从特殊的这个艺术的领域 比如说专门谈诗 或者专门就是就艺术来谈 形成所谓的艺术哲学等等 这是美学里面进一步的共识性的区分 那么所以你也会看到有些书是诗学 或者有些书叫艺术哲学等等 同样的美学也可以进一步的历史的区分 比如说专唐希腊美学 或者专唐中世纪美学 专唐近代美学 来至于这门科目专唐当代美学 就是进一步的历史性的区分 那事实上你了解这两种共识性的区分 跟历史性的区分 大概就可以把所有这些系里面 所有的课程都摆进那个位置里面去 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 是这个样子的一种区别方式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点所要谈到的 也就是有关于当代美学在哲学课程里面的一个角色 那么接着我要谈的 那是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的这张课程介绍 所提到的课纲 那这文课所使用的教材 事实上也就是上个学期 我们的这个美学的课程时候 就已经用了的一本教材 这是这个Daniel Hairwitz 他所写的Asthetics Key Concepts in Philosophy 这本书 这是Daniel Hairwitz 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张照片里面 那个前面的桌子 摆了这个南非的那个木雕 所以难怪他在举例子的时候 他在谈黑格尔的这个社会表现美学的时候 在第十周你可以看到 他就举南非二十世纪在 二十世纪末在废除种族隔离的时候 那个艺术的一种特色 艺术的一种类型 用来说明这个所谓的社会表现 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这个课程刚要的部分 首先我要谈到的 就是那个在这个课程介绍的第一页 那个内容那里 就是首先要谈到的就是 我们要谈的是这个Hairwitz的 这本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的部分 这是我们这门课 在这一学期里面会谈到的部分 那么至于他的第一章跟第二章 以及第三章的前半段 因为我在美学的课程里面已经谈到了 换句话说 我在美学的课程里面谈到了导论 谈到了美学的诞生 以及谈到有关品位跟美感判断 在Hume的观点里面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这门课则是从品位与美感判断 这个Hume结束之后 这个康德开始 从那个部分开始 那么也就是第三章的后半段 来至于到第四章 至于第四章我们能够讲到什么地方 我还没有把握 但是这个我们尽可能的看看 能不能把第四章的这个内容给谈完 这大致上是我们这门课所会谈到的的 这个在这本书里面的篇幅 那么第三章叫做品位与美感判断 第四章叫艺术与经验 那么关于这个品位与美感判断 它一共有五节 我们要从第四节开始 那么这五节第一节 两个关于品位的关键问题 大概可以说是这一章的一个导论 这一章的一个导论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18世纪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美 而是美感 而是美感 那么美跟美感有什么不同呢 美呢 讲的好像是一种性质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东西是美的 仿佛这个东西呢 有一种性质叫做美附在它身上 所以你不看它 它也美 你看它 它也美 或者你看它 它也美 别人看它 它也是美的 因为这个性质附在这个东西的上面 所以这个beautiful 就是美的这种感受 事实上就变成来自于事物本身 仿佛这个事物是有一种 我刚刚说有一种性质 叫做beautifulness 这个beautifulness是落在这个事物上面的 像是那样子一样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素朴的 非常简单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们很快的就发现 问题似乎不在这个地方 问题似乎不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it is beautiful 跟我们说 it is 比如说 green 说它是绿色的 这两件事情你可以发现 it is green 这是科学家可以去什么 去检证它的 去证明说果然它是绿色的 或者是去否证它 证明它并不是绿色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它由光线照它所形成的 那个用仪器去检验 就可以说你看错了 你是不是有色盲还是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有客观的标准的东西 可是你说 it is beautiful 然后说请科学家来证明它是否是beautiful 因为另外一个人说它不是beautiful 科学家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证明 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是beautiful 这个是有关于美这个事情 说当你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你所谓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我们在谈到很多人的美感的时候 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杜甫的诗 那个《春旺》里面说 感识花见泪恨别鸟精心 对不对 那么杜甫因为感受到国家的这个 这个国魄三合在 对不对 国家的这个国魄家王 那么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悲伤 所以他觉得这个花在流泪 对不对 那么当杜甫在看这个花 而且感受到花在流泪的时候 如果他的身边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他正在谈恋爱 然后看到花 他觉得花在含笑 对不对 然后他就跟杜甫说花在含笑 杜甫就很生气 说不 花在流泪 对不对 然后两个就吵起来 那么如果找你当一个仲裁者 说究竟花是在笑还是在哭 对不对 我看你一定会哭笑不得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 所以呢 含笑跟贱淚其实跟什么 跟主观的人 跟主体是有关的 换句话说 美感很可能是什么 跟主体是有关的 那么一个人他用了什么样的角度 用了什么样的心情 用了什么样的这个看待事物的方式 结果那个事物就用什么方式呈显出来了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美本身 其实可能并不是在事物上面 因为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你觉得他美 所以呢 如果要问说美从何来 也许不是什么 从这个事物去找 说这个事物的美在哪个地方 而是去问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人会产生美感 为什么他会产生美感 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转变 事实上是古代的美学 一直到近代的美学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的一个很大的转折 那美学这个字眼 在古代并没有这个字眼 古代并没有美学这个字眼 那么他一直到十八世纪 我们刚刚提到在这个本书的前面第二章 谈到美学的诞生 美学的诞生呢 事实上是迟到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名字 那么十八世纪的一个很小的哲学家 叫Ballgarten 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他借用了在希腊文里面的 有关于人的感觉感受感知的这个字 这是一个名词 用了这个字的形容词而造出了这个美学这个字眼 所以美学的诞生是很晚的 我常常说他在哲学的所有古典的学科里面 他是这个最早的一门学科 有时候我称他是哲学最小的女儿 哲学最小的女儿 那么这门科目在十八世纪诞生 而康德就是十八世纪的人 就是十八世纪的人 那这个十八世纪作为近代的这个时代 他跟古代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整个哲学的一个大的转变 或者你可以说整个不只是哲学 操作的哲学包括科学 包括整个人的世界观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么这个世界观的转变很简单 就是在古代我们认为 我们所坐落的大地是不动的 然后日月星辰都是绕着我们动的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近代 这个哥白尼的革命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什么 发现原来我们是在动的 那么太阳本身反而才是不动的 那么地球不但绕着太阳转 而且地球本身还会自转 所以他一边绕着他转 他自己一边还转 换句话说 我们大地其实是动得非常厉害的 大地其实是动得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个让人整个看待世界的方式 都产生了不同 可是这不是只是一个 比如说只是一个天文学上面的一个改变而已 整个人类的世界观在改变着 那么同时整个这个哲学也在产生改变 就是过去的哲学的一个中心是形上学 这个形上学的中心就是什么 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真理 而我们就是哲学的目的就是什么 要去把握到这个真理 可是从近代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整个哲学在问的问题 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个所谓的客观的真理了 而在问什么 问这个认识真理的人或者所谓的主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改变 称之为叫做主体性的转向 主体性的转向 那么这个主体性的转向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到底能知道些什么 因为形上学的一些课题 现在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 会觉得搞不好 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一类的问题的 比如说上帝的存在 比如说灵魂的朽或者是不朽 这一类的问题 这搞不好什么 是彼岸的 就超出了人的知识了 那么如果他根本就是一个人 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么哲学家们花很大的精力 在讨论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毫无意义就是什么 只是大家都在猜测而已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知识论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 比形上学先觉的问题 也就是说先搞清楚我们知识的界限 知识的范围 我们能知道些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哲学的这个焦点就转移了 过去的人他们很简单的 他们的眼睛看着外在的世界 他们要问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现在新的哲学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了 从迪卡尔近代哲学之父开始 他说我是故我在 在这句话里面 你看到两个我 对不对 他要问的是什么 是我的问题 这是什么 我能知道什么 对不对 等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再来解决世界的问题 那么这个转向就是主体的转向 换句话说哲学家过去可能什么 看着外在的世界拿着一个放大镜 到处看 想要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 现在这个放大镜却是要检查谁 检查自己的 这是从古代的哲学到近代的哲学的一个 很大的转变 很大的转变 那么整个的哲学摆到了这个主体本身来了 这是我们在整个哲学的圈子里面所看到的情况 那么在美学里面也是这样的 就是过去所讨论的是美的问题 的确是美的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近代美学一诞生 他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美的问题了 而是这个人的感性能力 人的感知 人的感觉的问题了 他问的是人能感受到些什么东西 人为什么会产生感动以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他不是在去问这个事物是不是美的 因为会产生美的的是我 而不是这个事物本身 整个地球或者大自然 自然界他在运行着 地球从来不会说我这里是森林 这里是草原这个很美 这里都是垃圾很丑 对不对 地球本身他只是一个呈現一个事实 就是他有些地方是垃圾 有些地方是公园 有些地方是什么 他就呈现这些东西 可是正是人他会觉得 人怎么把环境破坏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破坏环境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乱丢垃圾 所以我们要保持草木的清脆 这个花朵 这个河流的干净等等 就是这个是人 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一种判断 做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大自然本身没有判断 对不对 大自然只是什么 呈现一个事实 所以有一天地球真的脏 而且脏到毁灭了 他也就是这样 就是变成一个毁灭的星球 对不对 他也不会悲叹 他也不会惋惜 谁会悲叹跟惋惜呢 人才会悲叹跟惋惜 那所以这个一样的 这个近代的美学 有兴趣的其实还是落在人的身上 落在人的身上 那么人的有关于对美的感受 这样的能力 在十八世纪的美学家里面 可能使用了不同的字眼 比如说一个常见的字眼就是 就是各位在同音片上面所看到的test 就是品味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呢 原来最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味觉 你的舌头 这个藏东西的那样的一个感觉 可是它被抽象化的用来谈 我们对各种东西的那种感受 那么不管怎么样 它是摆在什么 摆在人身上 摆在主体身上 近代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谈的主题 就像笛卡说我是过而在 它的主题就是我或者叫做自我 就像佛洛伊德的那个自我本我非我 对 什么我 那么超我 那么或者是这个自我意识 意识这一类的字眼 其实都是什么 跟主题有关 如果我们看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名称 比如说纯粹理性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 判断力批判 你可以看到这些批判前面的那个东西 都是什么 主体的能力 主体有这个理论理性的能力 有实践理性的能力 还有判断力的能力 所以康德在乎的事实上是什么 是人的这个认知这个世界 或者是行动 或者是去这个审美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在Hugh那里他把这样的一种能力 称为test 称之为叫品位 那康德则是称之为叫做 asetic judgment 就是比较拗口一点 或者比较长一点 这个事实上跟这个德国哲学有关 德国什么哲学的名词看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看起来就很有学问的样子 对 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一章叫做品位 你美感判断 你其实可以把品位了解为美感判断 美感判断了解为品位 并没有相差太多 那么他们要跟他做对比的事实上是什么 是古代的美学放在美上面 柏拉图的 柏拉图会谈到美 最美的事实上是理型 对不对 他们会谈这个美 可是近代的这个哲学 即便他谈到美 事实上他都是用人的美感来定义这个美 这个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第三部分要提到的 这个康德他在判断率批发里面 他给美四个定义 但是你会发现这四个定义都跟主体有关 换句话说 比如说第一个定义在那里面他讲到那个美是什么 他说美是一种愉悦 愉悦 换句话说什么叫美呢 如果看了之后你会觉得很爽 很愉悦 很快乐 那么他就是美的 他就是美的 就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定义 当然康德的定义没有这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在这里面又加了一些条件跟限制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定义这个美 他并不从什么 这个事物有些什么样的quality去定义他 而是说如果他能够让你产生 satisfaction 产生一种满足 Volkephalen这个字 你可以把它翻成satisfaction 你可以翻成pleasure 或者产生一种愉悦的感受 那么他就是美的 这是康德给他的一个定义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事实上是用主体 来定义客观的一个美 看起来像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现在这个美这个字眼 它的最终要落在这个主体上面 这个是整个近代哲学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特点 所看到的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是18世纪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那么Hume在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 他等于是一个导论 这个导论他提到两个关于品味的关键问题 然后第二节跟第三节他就讨论Hume 第四节跟第五节则是讨论Kant 那么Hume跟Kant分别代表了18世纪 两种不一样的有关于不管你称为品味还是美感判断 有关于品味或者美感判断的不同的见解 那么他们的不同呢 就那个区别的标准就在第一节 那个第一节就是两个关于品味的关键问题的 这两个问题上面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那这两个问题呢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品味或者是 简单地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审美的那个判断 或者审美的感受 这个它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这个现在呢 因为当我们现在用主观的方式去理解它 那还是有人会认为说 它可能还是具有某种客观性 因为如果它完全是主观的 那美学没什么好谈的 我意思是说你觉得美就美 你觉得不美就不美 對不對 可是如果说它还是具有某一种客观性的话 那么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客观性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有关于品味也就是美感 像康德说它是一种让人产生满足 产生快乐 产生愉悦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么它跟人类的其他的兴趣或者欲望 因为其他的欲望也可以得到满足 那么它跟其他的是否能够截然区分呢 如果它能够截然区分 那显然的艺术跟色情也可以截然区分 如果它不能截然区分 那显然的艺术跟色情有时候可能 其实是常常混淆在一起或者诸如此类的情况 所以这些问题事实上跟我们现在 比如说文化的检查的单位 他们也许需要去设想这一类的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你会发现到 18世纪的上半叶跟下半叶的这两位哲学家 Hume跟康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Hume的回答是他认为品位是客观的 即便这个品位有某种主观性 但是他认为最终是有一种客观 而且可以找到一个标准的 这是Hume的看法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认为 品位跟人的其他的兴趣是不能截然区分的 所以人从审美那边得到满足得到愉悦得到快感 跟其他得到满足愉悦快感的东西 是不可能一刀两断的分得很清楚的 这是Hume的看法 因为康德呢 这个刚好相反 他认为美感是彻底的是主观的 彻底的是主观的 但是你后面会看到 虽然他认为他是主观的 可是他认为他却具有普遍性跟必然性 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的主观性 但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 他认为美感是主观的 然后他认为美感的特点就是他没有失去 其实没有失去 这个字就是兴趣 他没有兴趣 所以他跟其他的兴趣截然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可以叫兴趣 那么由品味所产生的那种pleasure 他是无兴趣的 这是康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我们在后面会讨论到 所以你暂时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在上个学期的美学里面 我们谈到了Hume的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是比较接近一般常识性的观点 就是认为说品味有某种客观性 所以有些东西画得比较好的 对不对 或者是比较怎么样 我们把它摆到美术馆或者博物馆 对不对 有些东西就不怎么样 这个多少还是有某种客观的标准 不然这个美术馆或博物馆怎么收藏这些文物 那么这是Hume的观点 那么相对康德表面上看起来 他似乎是什么 跟我们的一般的观点相差比较多 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判断批判里面 康德逐步逐步地要说服你 他的观点才是对的 大致上这个是我们这学期会进行的 就是关于康德的这个看法 那么我们这个学期是要从康德谈起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康德的这个回答 对于当代的影响很大 那么相对的 Hume的影响就相对的比较小 那么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标题里面看到 就是康德的一个对于审美判断 或者你要称 简单地称之为品味的一个特点 就是在标题里面第四节的标题 叫做判断的无私趣 或者如果直接照翻 就是事实上是没有兴趣 Disinterestedness 事实上是没有兴趣 可是你说你在审美的时候 你是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的 就说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通常把它换成叫做无私趣 那么这个无私趣的内容是怎么样 我们等到进入到这个 第四节的内容的时候再来说 那么另外一个康德的一个 这个美学里面的重要的字呢 则是这个所谓的崇高 那么古代的美学 如果我们说古代的美学的一个重点在于美 那么近代呢 变成的是美感或者是品味 或者是审美判断 那么这个美呢 因此呢 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视为了 那么美的这个问题不只是视为 而且呢 当十八世纪的这些讨论美感 或者是这个品味的哲学家 当他们在讨论到这些 我们对事物能够产生感受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认为那不是只有美而已 那至少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康德所谓的崇高 那么这个崇高这个字 其实在中文里面是很不好翻译的一个字 那么在这个德文 这个 或者是英文的 它代表的呢 跟美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常常会说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美学这个字也 各位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字跟事实上 原来是跟感性有关 对不对 所以如果彻底的 完全从这个它的最初的意义来翻译 它也许不应该叫翻译成美学 而应该把它翻译成叫感性学 对 所以你说我是要来上杨之胜老师的当代感性学 而不是上当代美学了 对 或者如果你要多个美在其中 美感学而不是美学 因为美学大概放在古代还说得通 可是摆到近代来 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重点 是摆在人的感受上面 现在问题来了 人的感受呢 并不是只有感受到美而已 尤其是我们讲感受 我们特别在美学里面 我们有兴趣的是什么 是那种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感受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什么东西能让人产生强烈的感受呢 有时候只是美美的 未必能够让你产生这个很强烈的感受 相反的你看到的是一个丑的 比如说一个老的白发苍苍的满脸皱纹的 对不对 你在它的面容上面看到岁月看到苍苍 看到时间的流逝 你突然产生心理突然产生很强烈的感觉 对不对 那你绝不会说 那个让我产生强烈的感觉的那个人很美 因为说这个叫做美好像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很奇怪的感觉 那么在康德的这个美学里面 在他的这个第三批判 判断力批判里面 他除了谈美这个问题之外 他还谈到一种他称之为 他就把他称之为叫做这个Supply 那我们把他翻译成叫崇高 有一些书把他翻译成叫壯美 就是还留着这个美这个字 或者有些人把他翻译成叫做伟大 有些方程什么庄严 因为事实上这个字不好翻译了 不好翻译 那么他代表的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无限的感受 而无限的这种感觉 常常会比有限的感觉来得更加的强烈 因为一般我们所谓的美 是一种古典的意义的美 古典的意义的美来自于希腊 他事实上常常是一个什么 一个比例 所谓的和谐 适度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很典型的就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这个帅哥 美女 他们常常什么 就是有很适当的比例 就像维纳斯 对不对 他可能在他的整个线条里面 有一种黄金分割比或者什么比 在他的这个身上 所以因为那样的一个比例 让我们觉得他看起来很顺眼 很美 很美 那么这种有比例的东西不可能是无限的 对不对 任何一个黄金分割比或者是什么 根号二比 根号三比 他一定什么 一定是一个有限的数字的比例 有限的数字的比例 那么这种观点 从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来 事实上是希腊的这个艺术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环 就是在希腊人不管表现在他们的建筑 或者是雕刻乃至于音乐 那么都成为 如果你看达文西 文艺复兴时期的达文西 文艺复兴的特色是什么 他们要回到希腊 对不对 达文西你看到他的一些素描的作品 他其实是什么 在研究希腊时代的那些比例 所以他会怎么 画一个人都会张开的 然后看看在这个人的身上可以看到 要举行圆形还有什么样的一种比例 他在研究这些比例的问题 这种有比例的东西都是有限 对不对 但是西方在中世纪进来了基督宗教 那么基督宗教的神带进来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无限的观念 无限的观念 无限的观念在什么时候我们会产生呢 就是他已经超出所有的比例 对不对 所以他带给我非常强烈的感觉 带给我强烈的感觉 所以我看到的这个东西 因为既然看得到 那事实上他就什么 还是有限的 我看到的这个东西其实让我什么 让我整个心神都被带走 因为我感受到的是无限 而不是只是单单的有限而已 所以我不会什么 只是落在这个形体上面 是透过这个形体 透过这个崇高的形体 让我这个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 那种无限的体验 就好像我在看浩瀚无垠的宇宙 或者我在看这个宽阔的大海等等 或者我感受到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 那个是只有神才具有的那种力量的时候 我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所谓的 sublime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显然跟在一个四度的比例里面 透过一个适当的数字是可以得到的那种美 是不一样的 那么康德在他的这个美学里面 他不但地谈到了the beautiful 而且他谈到了另外一个用来跟他对比的 the sublime 那么所以即便他就是还被谈 他也不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 因为现在已经有二了 对不对 有the beautiful 也有the sublime 那么这个事实上在康德之前 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续的有一些哲学家谈 但是直到康德谈这个问题 以后他就成为什么 成为当代哲学里面一个很重大的课题 因为这个崇高感 叫康德讲 他跟人的道德是有关的 那么甚至在和政治哲学里面 那么也用到了康德的这个崇高感 从而来谈到在一个大的 尤其是像法西斯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里面 他们常常利用这样的一种崇高感 让人产生觉得他是个伟人 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么这个是这个最后一节 他特别谈到有关于康德在 美学里面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那大致上这个是关于这个第三章的部分 那我们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康德的这个部分 第四章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标题跟第三章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第三章叫品味与美感判断 我说品味与美感判断 其实这些都跟什么主题有关 那么整个当代的美学是不是因此都不讨论客观的东西呢 也不全然是这样 十九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的兴趣是在美感判断 或者在品味 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呢 不太谈这个了 他们开始谈艺术 谈艺术 那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美学的发展过程中 他的不同的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事实上不同的时期重视不同的概念 这个各位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同影片里面 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讲到这个共识性跟历史性的时候 我们提到美学的进一步的共识性的区分 我们谈到有时候我们谈的是美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后来我们谈的是美感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的兴趣却是什么 摆在艺术的这个问题上面 他们就不太谈美感了 换句话说美感的问题 渐渐的就成为十八世纪的美学的一个特征 成为十八世纪美学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十九世纪 他就是这本书的第四章 那么他的这个标题叫做艺术与经验 因为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有兴趣的问题是艺术是什么 那么这个问题一直到二十世纪都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那么谈到艺术就跟这个后面第五章 我们可能讲不到第五章了 那个所谓的media有关 就是艺术在现代的世界里面 就是以前的艺术的类型是有限的 那么这些艺术类型你可以称它就是 艺术用来表现它本身的一种媒介 比如说我有一种感情感受要表达出来 那我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呢 我用我的身体去表达 那就可能变成一种舞蹈 对不对 那么可能我用什么文字去表达 就成为文学 或者我用声音去表达 就成为音乐 那么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 就是不同的媒介 就是不同的媒介 那么过去那些媒介是有限的 就是什么我们讲说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诗 那么电影出现了之后 我们把电影称之为叫第八艺术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到了当代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艺术的类型已经多到不可身属了 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艺术的表现 你没有办法把它归到哪一类去 比如说我们看到行动艺术 对不对 那么看到快散艺术 看到包裹艺术 看到装置艺术 一个装置艺术 你能够说它是雕刻吗 你能够说它是绘画吗 它其实都不是 对不对 它其实都不是 所以新的媒介不断地出现 推成初心 所以在现代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美术系 其实都变成了什么 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学系 对不对 这个文创产业就是什么 想出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媒介 来表达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跟十九世纪 这个我们看到的 在黑格尔的美学里面是有关的 因为黑格尔人 他那时候就开始什么 投论到有关于媒介的问题的 那么这个媒介的问题 到了现代的艺术 你可以看到 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们 这个表现他的创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现在有电脑 对不对 所以他又提供了更多的艺术的媒介 来表现他所要表现的东西 所要表现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 第五章跟第六章 都跟第四章有关 因为整个当代的这个美学 最主要的课题 其实都是艺术 换句话说 大半的美学讨论的 都是艺术哲学的问题 那么美感以及美 就变成是比较古老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 我们刚刚简单的介绍了这个第三章 就是有关于品味跟美感判断这个部分 我们说我们会从这一章的第四节 康格的部分开始谈起 那我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第四章 第四章的部分 第四章就叫艺术与经验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四章整个在谈的呢 主要的就是艺术 你会发现第三章的那些课题 十九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 他其实已经不怎么讨论他了 就是有关于美感 关于品味 关于美 他在乎的事实上是有关于艺术 有关于艺术 那么所以这五节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都跟艺术有关 都跟艺术有关 那么黑格尔的这种所谓的社会表现的美学 就是把艺术理解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文化 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 一段历史的艺术里面看到这个 这个时代社会文化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艺术表现了他 艺术表现了他 那么这个是黑格尔的这个美学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跟十八世纪非常非常不同 因为康德一直在问的都是什么 个人 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很美 是因为我的审美的结构 或者我审美的能力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那对黑格尔来讲 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是你所自身的时代 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 汉朝的美女是赵妃燕他很瘦 唐朝的美女是杨贵妃他很胖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不同的时代 那个审美人们认为美会是不一样呢 对不对 这显然说因为康德的那种观点 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什么 应该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不管哪一个民族 都会认为什么东西是美的 这是所谓的审美的 刚刚我讲的必然性跟普遍性 就是虽然他是主观的 可是他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 但是黑格尔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所有的这个美的观点 事实上会跟随着这个社会 跟随着历史文化 跟随着什么来改变 那么黑格尔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看 整个人类以及整个历史的发展 他说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了不同的艺术的面貌 不同的艺术的面貌 而且这些面貌 事实上跟他的社会的情况是有关的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课纲里面 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第十周那里面 他会用这个南非二十世纪末 会种种族格林 他说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氛围 跟他所产生的艺术作品 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性 那么这种情况 一直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就是批判理论 事实上都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谈一个社会跟这个 他的这个艺术的表现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这个第二节里面所要谈的 那么这个第三节就是谈到媒介 那么也就是后来第五章更进一步要说的 因为在黑格尔的美学里面 他开始谈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艺术的类型 这点也是他跟康德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康德都是什么 都是统一的普遍的谈 他从来不谈什么某一种艺术 可是黑格尔他会一个一个的拿出来谈 谈建筑 建筑怎么样产生怎么样的改变 然后谈雕刻 谈绘画 谈音乐 谈诗 然后把他们都放在那个时代 那个民族 那个文化的脉络里面来理解他 那么因而各种不同的艺术的媒介 就成为理解某种艺术的一个关键的概念了 因为一种媒介它固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管道 透过这个管道我可以表现某种东西 但是也因此就好像一个东西是优点 他也另一方面看就是缺点 他作为一个管道就会有这个管道的限制 对不对 因为我如果我是透过 比如说我是透过建筑去表现 那我当然就要受什么 受建筑都非常庞大 我就要受什么 力学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我想要表现那种像是比如说雕刻那样的 一种轻巧的感受的 建筑就很不容易去表现它 虽然我记得我在欧洲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他们喜欢盖那种看起来弯弯曲曲的 好像很灵活的房子 甚至盖起来看起来像是什么 这个斜的快倒塌的房子 或者是把房子盖成像是一个颠倒的样子的 那样的一个房子 对不对 但是建筑要做这种表现其实是很困难的 比起比如说雕刻或者是比起绘画 为什么 因为绘画更抽象 他只要用画的 对不对 要用画的我根本不用考虑力学 对不对 我要画一个人颠倒走路都可以 说怎么样想象都可以 所以每一种媒介事实上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么一个艺术家他可能具有这种能力 所以他可能不去考虑其他的媒介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探讨美学 我们当然要问就是某一种东西 其实适合表现某种 用某种媒介来表现它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浪漫型的艺术 他们会更喜欢用绘画或音乐来表现 而不喜欢用比如说建筑或雕刻来表现 相反的古典型的艺术却喜欢用雕刻来表现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跟这些媒介它本身的特点有关 跟这些媒介的特点有关 那么我们现在进到的21世纪 那么21世纪有很多新的媒介可以开发 那么它又可以表现出以前古代的人 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些东西 这个是关于媒介的问题 那么这个后面还谈到这个表现的遗产 与过程的观念 事实上就是讲到黑格尔对后来的 这个Colinwood跟Dewey 他们两个这个美学家的美学思想的影响 那么在这一章的最后呢 则是用绘画做一个例子 来谈绘画的这种媒介 就是单纯的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 黑格尔已经不再是什么 就是普遍的 其实黑格尔也做 就是普遍的谈整个艺术的问题 他还什么 把艺术里面各种不同的媒介 各种不同的艺术的类型 个别的拿出来讨论 同时说在为什么在某个时代 产生的是某种媒介 就好像唐朝出现的是唐诗 可是到了宋朝为什么变成了宋词 而到了这个元朝变成了元曲 而明清则是变成了小品龙跟小说 在不同的时代 因为他的这个时代的背景 所以他的艺术的类型也会变得不一样 也会变得不一样 那么这些都跟什么 艺术的媒介有关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第四章跟第三章 他们其实分别代表了十八世纪的美学 跟这个十九世纪的美学 那么他们在美学方面所探讨的问题 并不一样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要谈到了就是今天这个课程介绍 主要讲到的这个第三点 那这第三点呢 跟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有关 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你还没有输 所以呢我想这个首先谈到了这个康德 他在判断力批判里面的这四个美的定义 因为他的定义都非常怪 所以如果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我自己去读康德 你会觉得说你在讲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讲 那所以我主要的目的事实上是要说明一下就是 为什么康德要这样讲 那至于他所讲的内容 我们等到这个进到那个书里面我们再来说 那么康德他会用四个环节 这个跟康德的这个某种这个惯性有关 就是他呢 在他的这个范畴里面 就是他有十二范畴 你知道在亚里斯多德有十个范畴 康德变成十二个范畴 因为他觉得亚里斯多德那十范畴是任意的 就是亚里斯多德想到什么就放一个进去 然后凑凑凑凑凑了十个 那康德觉得这个范畴 亚里斯多德提出来范畴看不出有什么必然性 所以他用一种比较有调理的方式 那么列出了十二个范畴 这十二个范畴是用四个区分的方式来分的 就是一种区分的方式里面有三个范畴 所以三乘以四就出现了十二个范畴 那么这十二个这四种区分的方式 十二个范畴是来自的四种区分的方式 就是分别从量来区别 从值来区别 从关系来区别 以及从模态来区别 modality 这个modality这个字眼比较难翻译 那这个是在我们在康德的第一批判 因为在那里面他实际上讨论的是人的认知 人的知性的结构里面 在康德看来这十二个范畴其实就在你的脑袋里面 这换句话说这十二个范畴是什么 是你去把握那些知识 你自己就会把这些范畴运用在这些知识上面 比如说量就是什么 比如说它是单数还是负数 对不对 是一个还是多个 因为负数要加s 对不对 所以康德其实如果你是 就是说你是按照西方的语言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文法的四种不同的区别 包括这个句子里面的语气 包括这个名词的单负数 包括句子的肯定跟否定 这个是指 以及包括了主要子句跟附属子句的关系 这些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在西方语言里面就已经看到的 既然你的话是这样说出来 可见什么 你理解它你的知识 事实上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它的 去把握它的 这个是我们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所看到的 那在判断率批判里面 它已经当作说 你已经读过纯粹理性批判了 所以我在对美做这个定义的时候 那么它一样的给了四个环节 而这四个环节其实就是它相应于 它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这个对于它们所做的四种区分的方式 所做的区分的方式 那么一般在谈到这个 康德在这个纯粹理性批判里面的这个区分 跟在判断率批判里面的这个四个环节 那么大家都大概会注意到的就是 它的先后次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那一点点的不一样呢 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有关于判断 判断其实就是一个句子就是命题 以及范畴它的区分的次序是 第一个是量然后第二个是值 第三个是关系 然后第四个才是模态 但是到了判断率批判里面 它四个环节却是先值然后才量 后面的关系跟模态的顺序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做了一点小小的调动 做了一点小小的调动 那么这种小小的调动其实是无伤大雅的 不过当然我们也会询问 因为康德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 所以他做一点小小的调动一定也有原因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什么 就是研究康德美学人可以去讨论的 为什么他在这里面做了小小的调动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说 因为它有关于这个值的区分 就是那个判断力批判里面 就是值的这个环节 我觉得那是他对美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 为什么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呢 因为他牵涉到他认为美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就是在讲义的第二面 那个第一行里面 我说在第一个环节里康德依照值来分析美 然后他说美是一种愉悦的对象 换句话说什么叫做美呢 能够让你愉悦那就叫做美 所以他是用主体来 主体的感觉对不对 来定义一个这个美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因为第二环节第三环节跟第四个环节 都跟这个所谓的愉悦的对象是有关的 比如说在第二个环节里 你可以看到第二面的第二段最后一行 康德对美的定义是 没有概念却普遍的令人愉悦的对象 他还是要讲的就是什么 那个愉悦的对象 对不对 但是在那里面当然那个量的重点 事实上是摆在普遍 可是那个愉悦呢 因为他在第一环节已经说了 他在第二个环节这个定义里面 他就继续地把它摆在那里面 所以看起来 那个值的一个定义是最基本的 所以他就把值拿到前面来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好 那么今天我要谈的就是这四个环节 也是康德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来定义他们 那么这个在第一批判的那个 知性的范畴里面 他的十二个范畴就是我写在头影片上面的 全体性 多数性 单一性 实在性 否定性 限制性 实体 因果关系 相互关系 可能性 存在性 必然性 那么这些就构成了什么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十二个范畴 十二个范畴 那因为我们不是要这个对做康德哲学的这个介绍 所以你大概知道说他有这十二个范畴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要来谈谈的是有关于 这个判断力批判里面的这个区别 那么在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 我提到了一点 我说这个纯粹理性批判跟判断力批判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特点就是康德在这里面 他用了一个常见的做法 那么我因此把它称之为叫康德惯用的伎俩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每一次读我的东西 他说他一看就知道它是我写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是阳直胜惯用的伎俩 所以我就称这个叫做康德惯用的伎俩 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伎俩到底是怎样 那么这个伎俩是这样的 首先事实上这个也是 各位以后如果要说你要做一个概念的分析 你发现康德这个做法 或者康德的这个伎俩是很好用的 你看看康德怎么做 他首先他引介两个一般人认为是等同的概念 一个概念叫A 一个概念叫B 因为在一般人就是很不清楚的理解里面 A跟B是差不多的 所以大概就是相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有A当然就有什么非A 有B当然就有非B 所以我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写了一个A的部分 那是白色的 还有一个B 但是我把它让他们的交集很多 就是说因为一般人认为A跟B幾乎是差不多的 如果有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一般人可能不那么在乎那一点点的差别 那一个做分析的哲学家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如果他真的有一点点的差别 要找出那一点点的差别在哪里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 你的脑筋非常清楚 对不对 把这一点点的差异性你搞清楚了 那康德做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件工作 所以我说一般人认为A等B 那当然他也认为非A等非B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现在康德的做法就是这样 他要解释一个他所要投入的概念X 他说X呢立属于A概念 但是这个X呢 他并不属于B概念 而是属于非B的部分 那么换句话说这个X呢 他就什么 就是在夹缝中生存 经过康德的分析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X的东西 因为如果照一般人的想法 这个白色的这个躲圆形跟绿色的躲圆形 是完全重合的 那X没有立足之地 对不对 他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现在康德告诉你说 这个X他是在A这个集合里面 可是他并不在B的这个集合里面 那么他就在这个夹缝中 在这个星月形的夹缝里面 他有他的一个立足之地 那么从这一点它是什么 得出了一个包括美这个概念 他说美其实是这样的东西 他是A 他会让人产生pleasure 可是他是没有interest 那其他的pleasure或者是satisfaction 就是那种愉悦感 事实上是有兴趣的 或者是有欲望在里面的 或者我们用这个我的翻译叫有失去的 他其实是有失去在其中 这是康德水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界定了X范围在A且非B之内 那么这个就是他分析概念的一种做法 那么这种分析概念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他第一批判里面 就看到他是这样做的 就是他的第一批判的一开头 在他的那个导论里面 他就试图界定所谓科学的知识 科学的知识 那么在要界定这个科学的知识 就是他所要去界定的那个X 那么之前他就先介绍A跟非A 以及B跟非B 然后他最后就说 这个X就在A且非B之内 他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他区分什么呢 他首先就是区分两种知识 一种就叫做纯粹知识 一种就是这个纯粹的知识 又称之为叫做先天知识 那么一种叫做经验知识 那么又称之为叫后天知识 那么这些字眼都是康德的字眼 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那我们现在这里只是很简单的说 就是这里面最容易理解的 就叫做经验知识 经验知识是什么 就是你有经验到 比如说今天很热 对不对 那你要经验到 你才知道今天很热 他是从经验而来的 这个叫做经验知识 那么相对于他是纯粹知识 那么他就是什么 就是不需要经由经验 不需要经由经验 就可以得出来的知识 那么经验的知识 缺乏必然性跟普遍性 比如说今天很热 这不能够什么 没有办法普遍化 所以明天也会很热 或者明天可能变老 对不对 或者以前也很热 他事实上是什么 只是个别的 单一的 经由某一次的经验 所得出来的 但是纯粹的知识 则不是这样 因为他不是从经验而来的 那么他事实上是什么 是一个具有必然的东西 比如说1加1等于2 1加1等于2不是从经验而来 而是什么 一个数学的里面自明的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问说为什么1加1等于2 这是非常难的问题 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他几乎是最基本的 当然你可以用经验的方式去解释 什么是经验的方式 你说你看这是1 对不对 然后再你伸出另外一只手指头说这是1 好 那这里一共有多少 你用1、2 所以1加1等于2 对 这是用经验的方式 可是数学毕竟不是一种经验的学科 我的意思是说 你1加1你可以这样比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变成什么 乘法或者变成了无理数 或者甚至变成微积分 你还要用什么手比 还是用什么表情已经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但是你理解到 它里面是具有普遍性跟必然性的 所以很简单的说 纯粹知识或者是所谓的先天的知识 它们是一种具有必然普遍的知识 就像数学物理学一样 而经验的知识则是一个凑过你的经验 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怎样 这样的知识 那么在康德在讲这个所谓的科学的知识的时候 他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 科学的知识一定要是一种纯粹知识 而不能够只是经验知识 因为只是经验知识的话 只能够告诉你说 水上一次做实验的时候到100度C会沸腾 他不能够告诉你说 水只要在一定的气压底下 它永远都是100度C会沸腾 因为经验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对不对 因为只有先天的知识才会什么 是普遍的必然的 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时代 什么样的地点 只要他是符合那个条件 他到100度C是会沸腾的 这个是纯粹知识跟经验知识 那么科学知识应该是要是一种纯粹知识 那么康德之所以要做这个区别 当然跟之前Hume有关 Hume说一切既然都是做实验的 那你做实验永远都是经验知识 对不对 你说你做十次实验水到100度C会沸腾 Hume说搞不好第11次就不会 对不对 你说可恶 那我做100次 对不对 他说可是101次的时候可能不会 对不对 你说可恶 我做1000次 他说1000次的时候可能不会 或者总之你做N次 他说N加一次 对不对 所以经验知识永远都是有限的 你没有办法什么 用来广泛地称一定都是这样 可是科学知识就是要什么 最重要告诉我们一定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科学 为什么科学知识必须是一种 纯粹知识或先天知识 这是康德所做的第一个区别 就是A跟非A的区别 那么接着他做的第二个区别 这个区别是B跟非B的区别 就是所谓的分析判断跟综合判断 或者有人把它翻成叫分析命题 与综合命题 那么这个分析跟综合的这个命题呢 主要的是从一个命题 一个命题我刚刚讲过 一个命题或者一个判断 就是一个句子 对不对 他事实上是从一个句子 那么西方的这个句子的结构 都是这样的一种结构 就是主词加上predicate 述词或者谓词或者编词 看你怎么翻译 这样的一种结构 那么什么叫做分析命题或者分析判断呢 就是当我分析这个主词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找到他的谓词 这个叫做分析判断 比如说白色的粉笔是白色的 白色的粉笔是主词 对不对 我分析这个主词白色的粉笔 那当然就一定是白色的对不对 所以分析命题或者分析判断 简单的说就是废话 就是废话对不对 因为白色的粉笔当然是白色的对不对 或者你要说白色的粉笔是粉笔 这也是分析命题 因为你分析主词就可以得出predicate 就是就可以得出来了 这是所谓的这个分析命题 那分析命题一定是真的对不对 是恒真句就是totology对不对 是totology对不对 这个是分析命题的一个特色 所以分析命题一定是真理 废话一定是真理 这个你可以了解对不对 这个你说这个白色粉笔是白色的对不对 你说这是废话对不对 用肚脊想就知道 但是用肚脊想就知道的那种东西一定是真理 OK 这个是分析命题 那综合判断或综合命题是怎样呢 就是你分析他的主词 你分析你得不出这个predicate来 你得不出他predicate来 比如说今天很热 对不对 你分析今天你并不会知道他很热 一定要什么 你去经验到今天果然好热才知道 对不对 或者说张三是个傻瓜 对不对 你分析张三并不包含傻瓜在里面 所以你得不出这个傻瓜来 你一定什么 这个跟他相处就是这个人怎么傻傻的 瓜瓜的 然后你才说张三真是个傻瓜 这个是综合命题 对不对 所以综合命题其实是什么 常常是从经验而来的 常常是从经验而来的 那么这个是b 类的分法 就是b 跟非b 这样的一种区别的方式 OK 那么如果你理解了 刚刚我们所讲的的这个所谓的 纯粹知识跟经验知识的区别 以及所谓的这个分析判断 跟综合判断的区别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看 在这个讲义的第三段的第六行这里 那么我在这里提到 我说在康德以前很多的哲学家 这些哲学家还包括了理性主义 跟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在内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看法 就是如果一个判断是先天的 那就是分析的 而如果是分析的 那就是先天的 就是反之亦然的意思就是这样 在另一方面 如果一个判断是后天的 那就是综合的 反之亦然也就是说 如果它是综合的 那就是后天的 OK 那么这样的看法会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看法就会有一个就是 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的知识 都是废话 对不对 都是废话 而能够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知识 那个是综合判断 因为综合判断呢 譬如说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理他 他是个傻瓜 对不对 你本来不知道他是个傻瓜 现在你知道了 所以他可以带给你新知啊 对不对 但你如果说傻瓜是傻瓜 这个固然是真理 可是他不能带给你新知 你说这我早就知道 傻瓜当然是傻瓜 那所以对康德来讲 如果要是一种科学知识 第一个他必须 他必须要是我们刚刚在前面的 那个A类分法里面的纯粹知识 但是在另一方面 他必须是综合判断 因为只有作为一种综合判断 才能够不是废话 才能够带给人新的知识 所以科学必须是既纯粹又综合 但是呢 你会看到在康德之前的那些哲学家们 他们在知识论的讨论里面 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两个差不多 就纯粹的就是分析的 对不对 然后经验的就是综合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发现那些具有必然性 普遍性的不过就是废话 对不对 然后能够带给我们新的知识的呢 都是什么经验的 因而呢 都是有限的 因而都没有什么 具有必然性跟普遍性 那这样的话科学叫什么 就倒了 那Hume本来就说科学本来就倒了 那康德说不可能如此 不可能如此 所以他的整个第一批判 他在那个导论里面 他要问的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因为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 那么科学知识才是可能的 所以人才有可能具有所谓的科学知识 这是他所要说的 那么他的结论当然就是说 所以科学知识真的是可能的 换句话说 在我们的这个这里面 他把第一种区分跟第二种区分 他找出了他之间的一个缝隙 然后科学知识就是属于这一类 其他的如果他不是废话 就是什么 只是我们经验里面的那些个别的 零星的经验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是康德在第一批判里面 所要做的一件事 那么当我们来进到这个第三批判 来谈这个美学的时候 你发现他其实这个重复地用了相同的方式 在这个判断力批判里面 他对美的这四个环节 我说他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 使用了他的这个伎俩来定义美 所以你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A 大写的A跟大写的B 而他要谈的那个美就是那个X 那他要讲的是说X是在A里面 可是他不在B里面 大致上他几乎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谈美的问题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页的这个讲义里面 我们提到他首先用词来分析美 那么他就说首先他就说到了美是一种愉悦 一种好的感觉 这个快感这样的一种对象 换句话说什么是美呢 就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眼睛吃冰淇淋 你听了之后你就会耳朵吃冰淇淋 我怎么吃冰淇淋 眼睛也不会吃冰淇淋 总之就是让你觉得很好很舒服很高兴 那个就是叫做美 可是那个只是A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就要什么 要指出说可是他不是B 所以美呢范围就什么 没有那么大 因为会让你产生这个所谓的那个satisfaction 或者产生pleasure 产生那种好的感受的 有很多东西跟美是无关的 而是什么跟欲望有关 你满足了你的欲望 比如说你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那么也会产生satisfaction 可是你不能够说 所以那个食物是美的 这个是他所要说的 那么因此呢 他要讲到一个B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他就用了interest这个字 那么把它翻译成兴趣实在是非常不合适的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我只好把它翻译成叫做失趣 但是在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 我还是把它翻译成兴趣 因为他真的就是用interest 那个德文就是intresser这个字 英文就是interest 那么他说美呢 虽然能够让人产生愉悦 可是呢他是没有兴趣的 那么兴趣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 这个事实上是搞康德美学的人 这个不断地在讨论的 那么康德的看法是说 兴趣呢连接着对象实际的存在 他的existence 对象的真实的存在 可是呢美这个东西 他其实跟对象是否有真实的existence 未必有关联 那么只要跟对象的实际存在相关 那就涉及到人的欲望 就涉及到人的欲望 那么美呢在康德看来是跟欲望是无关的 那么欲望的满足当然会产生什么 satisfaction 这没有问题 可是呢那并不是美 那并不是美 那么在康德那里他就区别 他说能够让人产生这个所谓的 vogifalent或者是satisfaction 或者pleasure 能够让人产生愉悦的这个对象的 他说有好几种 那么第一种他把它称之为叫做das ungename 那么英文是翻译成叫deagreeable 我把它翻译成叫舒爽 舒爽 比如说这个沙发坐起来很舒服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说说这个沙发是美的 如果你把沙发当成一个艺术品去观看它 那它是美的 但是当你那样去观看它的时候 跟它的存在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享受那个坐沙发的感受 那跟它的存在就有关了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那个舒爽跟美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种是善 善也是一个什么 欲望的目的 对不对 人的 人会什么 想要欲求 要达到某种善 然后如果真的达到那种善的 他也会觉得很高兴 但是那也不是美 所以这两种都跟interest是有关的 那么康德在这里要说的就是 我们对美的欣赏 那里面没有任何的interest在其中 没有任何的interest 你却还能够感受到satisfaction 感受到pleasure 那个才真的是美 所以你会什么 用一种有距离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东西 那么他现在要讲的就是这样 他说美是没有任何兴趣的愉悦的对象 OK 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 对不对 康德是这样分析的 那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这个讨论 因为我们刚刚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康德跟Hume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在这个地方 Hume认为美的那种 因为Hume也认为美是一种pleasure 而且他认为美所产生的那种pleasure 跟这个其他的pleasure 很难完全地区分开来 康德认为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而那个区分他的标准就是他有没有interest 所以这个interest就成为康德美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三章的 第四节的标题 他谈到这个时候 他用无思趣性或无兴趣性 因为无兴趣性就成为什么 康德定义美的一个重要的性质 那么所有的康德美学的讨论 常常也就摆在这个无兴趣性上面 因为对Hume来讲 他认为他是有兴趣的 那么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正反了派 就是有些人支持康德 认为他有一种无兴趣性 其实他不再用这个字眼 他用别的 比如说有些人用所谓的心理距离 然后有些人用别的字眼 他觉得康德这个字眼太模糊 不容易理解 所以他们试图用别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都是循着康德的传统 那么另外一派则是认为说不可能 就是美跟欲望不可能什么 彻底的分开的 那么这个构成了康德美学里面 不管怎么样 虽然是有争议的 但是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那么我们在第四节里面 也会讨论到这个观点 那总之这个是他的第一个定义 那么后面还有这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那么他就分别的从别的方式来谈 就是从量 从关系跟从模态 那么你会看到的就是在这里面 他都区别了 他都找出了A跟B 然后再适合法的把美放到A 然后说可是美却不是B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康德所惯用的计量 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康德美学里面 美的这个四个环节 那么第一个环节呢 他谈到了美是一种愉悦的对象 这个愉悦或者是满意 满足 satisfaction或者是 pleasure 的对象 但是却是没有失去的 所以他的第一个定义就是 没有任何失去的愉悦对象 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这个 谈到的这个第一个环节 那第二个环节是量的环节 这个量的环节呢 则是讲到美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愉悦对象 那换句话说这个量的部分呢 就在这个普遍性这上面 但是呢虽然它是普遍的 却不是一种概念 因为通常我们变成概念东西才具有普遍性 张三啊 李四啊 王五啊 这些都不是普遍的 可是变成人 这是普遍的 那人是一个概念 人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当我们变成我们所使用的名词的时候 桌子就变成是一个普遍的东西 就是所有的桌子的集合 就变成是这样子 那美呢它并不是一种概念 可是却具有普遍性 那么康德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美的 就是在量的这个部分 他是这样子来理解的 这个量的环节的定义跟这个第四个环节 也就是modality的这个环节的定义其实很接近 就是它说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愉悦对象 那具有必然性的东西 在这个康德第一批判的理解里面 也是需要变成是这个概念 可是呢 美还是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第二个定义跟第四个定义 他们非常的相近 非常的相近 可是呢 在四个环节里面 他们分别排在二跟四 并不是相连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三个 在这四个环节里面 这个最有名的一个环节 大概是第三个环节 一般讨论康德的美学 这个有很大的篇幅 在谈这个关系的环节里面 康德对美的理解 康德对美的理解 那么这个理解呢 就是谈到美是具有和目的性 可是呢 却不包含目的 所以这个定义就变成是一个对象 和目的性的形式 但是呢 却不存在有目的的想法 这样的一个定义 这里面很麻烦的就是 什么叫做和目的性 这个变成是理解这个环节的一个关键 理解这个环节的关键 目的这个字倒是比较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任何的什么东西 具有一种目的 比如说在康德的这个道德哲学里面 我们会讲到说 你的这个任何的一个做什么事情 你的实践 因为这个道德哲学里面讲到的就是实践理性 那个实践的部分 那么相对的这个第一批判的这个知识 讲的是理论理性 那么实践呢 一定有一个目的在 一定有一个目的在 那么这个作为这个目的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你去行事 所要达到的这个原因 作为一种原因 那这个目的的想法 早在古希腊的时候 这个亚里斯多德讲到这个目的因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在 那么现在呢 我们摆在这个第一批判跟第二批判 摆在知识跟道德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知识本身 并不含有这个目的 当然你可以怀着目的去想要得到某种知识 这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要怀目的 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怀着目的 包括这个美啊 你当然也可以什么 怀着某种目的 比如说你想要把一个艺术品卖好价钱 所以你要你才去创作它 你是为了赚钱的创作 这个是有目的 对不对 这个是有目的 可是他们都可以什么 是有一个没有目的的部分 就是我纯粹欣赏它 对不对 我这个欣赏并不是为了要 比如说增加我的气质 这个或者是得到谁的奖励 或者什么 它可以是毫无目的的 知识也可以有这一面 知识也有目的的那一面 当这个Francis Bacon说 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把知识当作是一个 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一个力量 那样子的来看待 可是如果你去看西方的 尤其希腊的这些哲学家们 他们事实上是不抱的目的来从事 就是对他们来讲 就是了解一个事情 就是我只是为了了解这个事情 我并不是为了要达成什么 什么功用 什么用处 这个目的就像是那种用处一样 那么美呢 这里也有一个不含目的的性质在 可是康德在这里面 他谈对美定义的时候 他谈到 他说美虽然没有目的 可是却具有合目的性 却具有合目的性 那么合目的性跟目的 一般的想法 会觉得这两者没什么不同 有目的所以他就合于目的 所以当然就具有合目的性 那么可是现在康德说 有合目的性跟目的不是完全重叠的 这个是他所要说的一个意思 所以美的定义就变成了一个对象 合目的性的形式 但是那里面并不含有目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一个念头在里面 那美的不存在目的的想法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理解到就是说 一个纯艺术的东西 我说的纯艺术就是说 不是一种应用的 比如说装饰 那个是有目的的 广告很美 但是他也是有目的的 那么所以这些非纯粹的艺术多少都有一个目的在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目的先拿掉 那直接的指是什么 看这个艺术品 在那里面他没有那个目的在 可是现在康德在这里面要加上去 所以这个不存在目的的想法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非力的部分 通常一般被认为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可是康德说 可是他却有一个合目的性在 这个合目的性在 是理解康德美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 就是什么叫做具有合目的性 为什么美需要这个合目的性 甚至是对于美的定义里面的一个 简直是美之所以为美 就是要有合目的性 那这个合目的性 这个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在今天进到这个书里面来 谈到这分别的谈到这四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会再谈到很简单的说 大概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本身没有任何目的 可是你仿佛看到它是呼应于 仿佛 我用仿佛这个字 好像 这个仿佛好像就意思就是还不是 对 它不是目的 可是仿佛好像它是符应于某种目的的 可是你也说不出那是什么目的 因为如果你说得出那是什么目的 那就有一个目的在了 他现在说没有目的 可是呢 却仿佛好像有某种的合目的 某种的像是符合于某种目的的 那样的一个形式 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形式 让你觉得它是美的 这个是康德的意思 这是康德的意思 那我们等到进到那个版文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合目的性 因为它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总之呢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四个环节里面 康德都区别了 这个两个在一般被认为是应该是这个相当的 或者重复的的这个集合 对不对 像必然性与概念 像合目的性跟目的 像普遍性跟概念 以及这个愉悦跟思趣 康德做的分析就是这两者并不全然相同 而且就在他们的不全然相同的 那个留下的那个缝隙里面 就是我们所要分析的那个美 这个是我所谓的这个它观用的伎量 就是所谓的这个分析 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子来做的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上个礼拜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最后谈到的 就是一种特别的做法 那我特别要讲这个是因为 你单单的突然看到一个定义是这样 会觉得还蛮奇怪的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种分析的方式 那么透过这种分析的方式呢 就让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A跟B这个差异显现出来 那同时呢也因此让美有一个存在的空间 有一个存在的位置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过 我说所以当我们要去理解像美 这个X的时候 这个X的存在的位置真是什么 正是这两者的差异所留下来的 这个心悦形的这个部分 这个才是他所要给他留下空间 因为如果两者完全一致 这个空间就不存在了 这个空间就不存在了 这是康德的一种分析的手法 那么也是我们在第一周 所谈到的 他那边批判四个美的定义里面 他所做的一件事情 他在这边不存在的 他那边批判四个美的定义里面 他在这边批判四个美的定义里面 他在这里 我会希望观看